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勸他小心 只抱不住火 选前震撼的小道消息 在坊间流传 有人爆料赖清德有婚外情 私生子还已经25岁 赖庭和朱天母 都被我查清楚了 他的妈妈 生他的妈妈叫庄 是赖清德在立法院的处理 赖清德你听到了 听到这个名字你会不会怕 晚上睡不着觉了 清德的儿子都是赖庭什么 赖庭和跟你什么关系 现在叫他阿正 表面上叫他阿正 当年董念台说你婚外生子 每隔月汇款生活汇 我在议会问你 为什么不告他 这么严重的毁谤 为什么不提告 传言流遍媒体圈 终于有媒体感问出口 说这个私生子已经25岁 还说会飙车 甚至还提到名字 你看你提问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 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再次郑重跟社会大众报告 我赖清德没有私生子 我的私生活也绝对经得起检验 过去选市长时 赖清德被问到私生子 没回应也没提告 如今他斩钉截铁开枪 和知情人士隔空交火 为了选举 到最后竟然编故事 抹黑扭曲来攻击我 我都已经提告 绝对不宽带 你就直接提告就好 来捍卫你的民洁 可是你不提告董彦台 你又反而告我 我跟你说 招是没包的血 你就把那个所谓的孩子带出来 我马上跟他做DNA验证 DNA必须双方面都同意才能比对 所以你就直接提告就好了 你就把他带出来吧 我马上认的时候我都愿意 马上跟他做DNA 如果你们讲的是对的 我还可以提供你们百万奖金 这么样的诱惑给你们 如果你们不敢的话 就避水 请听听 反走够必留下痕迹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就直接面对 如果你愿意对我提告 我们就直接到法院来 看我会找哪些人来当证人 赖金德重炮猛轰 不知刘爷爷能否不攻自破 记者综合报导